观众朋友欢迎您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 现在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2020年的 全国羽毛球锦标赛的半决赛的比赛 这个是各单项的已经进入到了半决赛的阶段 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一场混合双打的交锋 由目前的混双世界排名第一正式为黄亚琼 今天他们代表浙江的地方队来参赛 对阵的是四川的组合 陪天忆和张书贤 那么说到了这个混合双打的这个技战术 徐晨应该是非常的了解了 因为他曾经是这混合双打的这个冠军选手 那么对于这个混双比赛 它的整个技战术的特色是什么 我们先让这个徐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混双这个项目它之所以好看 我觉得还是因为在场上的这个多拍的球路 和一些线路还是比较明确的 但是他又没有像男双的发跌发速度那么明显 可能男双给大家直观的表现就是前四拍 甚至前六拍就已经结束不下了 但是混双的话可以通过发跌发的往前 然后形成一个攻守的一个转换 对这是非常的非常好看 非常吸引观众的一个地方 对而且他也是比较的就是说有利于 这个让业余球迷在看的过程里面 掌握一些商打配合的要力 是的 那么你其实在你 你说这些些运动员都比较的年轻了 郑思飞滑滑球你还是跟他们有过这个 有过这个配合像张苏贤呢 他是2000年的选手啊 他也参加过世青赛的比赛 还拿过这个女双和混双的季军 就是四川队的这名女将 还有这个裴天翼这些 裴天翼是94年的啊 你对他们有没有什么印象呢 裴天翼可能现在目前应该是在地方队 在地方队训练对 可能印象比较深的 应该还是伺伺为一个黄亚球 因为平时在对你的训练的时候 有跟他们在一起去训练 一些不管是技术啊 还是体能方式训练 因为大家应该都很清楚 郑思飞最早当初是跟 秦静诚去搭档这个混双的 两个人能力都是非常强的 包括现在黄亚球跟这个郑思飞配 也是非常强的 大家都知道 黄亚球往前的特点是非常突出的 对 然后郑思飞的 中后半场的控球能力 和一些突击的变化 自己是非常也是不错的 因为那个团体赛里面呢 没有混合双打这个项目 所以呢 就是到单向赛两个人呢 就等于又恢复到了国家队的原配 也是在今年的这个全英的比赛之后呢 他们是再度的这个联手啊 来共同比赛 对 因为今年的整个的这个 全球的这个比赛的赛程呢 都做了相当大的调整 所以郑思飞华球呢 在这次的全国锦标赛的 单向赛里边呢 是再次联手啊 以这种配合的方式 他们在前面的进行之路 就是这种啊 敲瓜切赛的比分 对 因为作为世界混双的第一组合 他们这种实力 确实是可能跟国内其他的运动员 要高出很多 对 地方队相比的话 要高出很多 是顺风顺水 没有任何的阻碍的 就打进到了半决赛 是 相信今天的这一场半决赛 也应该是没有太多的这个悬念 对 虽然今年上半年一些国际大赛没有打 但是两个人在平时训练当中 还是有一些保持配合的训练 所以我觉得 像这种国内的全国锦标赛 对他们两人来说 应该还是相对而言 是打的会比较轻松一点 对 一个强行的抽对角 这个裴天翼的抽对角 发力有点大了 刚才这个多拍就是相当精彩的 嗯 发球的发球质量很高 很高 直接得分 对 裴天翼直接抢弓就推得太低 直接就推到网袋上 发球 换发球 裴天翼后上进攻 好球 就是可以看到在 裴天翼他们进攻的时候 在全力攻黄雅琼的时候 黄雅琼可能就是 一到两拍 这个时间段就可以摆脱 就可以摆脱 然后从防守转为进攻了 没错 对 这个转换是非常快的 就一般赫赫双胆 相比来讲呢 就是力量上面 女选手是比较弱的 弱一点的 所以呢 进攻起来都是要选择 对方的女将 来进行一个 这个有目的性的攻击 对 但是呢 这个黄雅琼 其实从他的这种实力上来讲呢 就是能够很快地摆脱 对 对手的这个火力 然后进入到一个攻防的转换 转换对 因为作为他来说 肯定就是一个往前 除了往前以外 那就是防守的一个转换 对 去够对角 或者是放直线 那个变线 然后 给正思维创造更好的进攻机会 好球 真的是配合非常的默契 对 这样你看第一局的比赛 打得快就是这样 很快就结束了 很快就结束了 十一分的比赛 十一比三 赢得非常的轻松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两个人的行间是非常快的 对 对 攻凤配合 这是四餐队的建筒博 谢指导 这是全国家队的国手 对 本双也是非常促色的 你给往前的铁筷子 都脱手机脱带好 两个女子 还输得保持两个女子 这样子 睡着待会儿 这个裴天忆和张树贤 在这个配合当中 其实确实是对手的实力 明显是高于他们 所以没有 就是说整个的人 就是还没有 进入到状态 对 还没有进入到状态 就完全没有打出自己的 配合 对 没有配合 球 这次为找场上的空档 找的是非常的清楚 但是对手也同样 这个球是一个挑对角的高球 对 过头了 有弧线 而且如果落在这个位置 非常好 如果要有这种得分 多一点的话 慢慢的四川队 他先站稳了脚跟在这个比赛里边 他找到这个比赛的 对等的那种心情 还是有利于多打一些拍手 连续得分 只有是这个位置很尴尬 让郑次飞再次出现了一个判断失误 这是一个变速的推球 对 变速的推直线 所以他们就是思维改变了 就是不要太着急起球 稍微的见了一点点的这个效果 但是毕竟呢 郑次飞和洪海球 也会根据他们的改变的来进一步的来做这个 战术上的调整 对 战术上的调整 确实是这样 这个揭发球回球不到位 亏天一 四川队还是要把握好这个前场的发揭发 然后像刚才那样啊 中间半场不要轻易起球 对 你看又是个揭发球失误 直接丢分 这个主要也是确实是因为 郑次飞的这个发球的质量是非常高的 包括一些落点的变化 这是很难受的姿势 对 但是明显感觉到进入到第二局之后啊 这个四川队的两位选手 他们这个身体的热度上来了 比赛的竞技状态在明显回升 第一局太快了 还没有反应时间就结束了 球发的不是很好 就起高球了 诶 诶 正所以进攻失误了 诶 诶 诶 平抽到 黄哈琼这身后击球质量很高啊 对 好球哦 这是裴天忆和张书贤 反正形成了连续的一个抽档的下压攻势啊 这一连贯也比较的快 给到了郑思维一个追身很难受的出球位置 好球 好球 哦 哦 好球 像华雅琼这种发球质量很高 然后对手接过来的质量不高的情况下 正随便在后场的控球就比较轻松了 对 对 我可以打直线 也可以打对角线 所以混双选手像华雅琼这样的 真的是人才 对 但是其实他刚开始跟这个郑自卫配合的时候 没有这么 就是说两个人之间还不是那么默契 对 真的是需要慢慢调整 球在特别的不畏 春思维赛前一段时间 他是团体赛里 他是跟王一律打这个男双 最后是今年 是以未冕冠军的身份 在决赛里输给了湖南队 湖南队历史上 第一次获得全国锦标赛的 男子团体的冠军 特别的开心 他们是靠三个单打 立下了汉马功劳 两场双打比赛 还是浙江队的实力 比较的出色 因为他们等一下那一场 男双也进入到了半决赛 是周浩东和王场 要在这场比赛之后来登场 他们要对阵的对手 是福建的刘成和黄海祥 也是国家队的原配组合 这次代表福建来出赛 梅天怡的一个主动师 梅天怡他其实还是挺有想法的 对 但是因为对手的整体攻防实力很强 他必须得去把那个球打到 那些特别的刁钻的位置才行 对 有的时候你要求过高的话 可能就会带来一个队友失误了 10比5了 已经来到局点了 5个局点 这比赛前面那个 刚开始还打得挺激烈的 慢慢的就看出差别来了 好球 换发球 6 10 好球 嗯 陈思维还是在后面 捡了个漏 嗯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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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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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推压 质量还不错 在后上进攻 一直盯着女的去进攻 对 股位也没办法 这时候前一派就打了两个人中间 其实处理的不是很到位的 像第二局的比赛 11比7 还是正值得有黄阿琼 还是拿下了 继续拿分 一路前行 从整个场面上来看 第二局四川队的表现 是有所提升的 但是还不够 因为可能整体的实力上面 有一定的差距 这是显而易见的 在一个我觉得心理上面 可能他也刚开始 他们有一点还是有点惊怕 对 出球多少会有些犹豫吧 对 不知道该往哪里打了 对 而且侯上刚才就输入亏 大难接获 他正确想着碰 在接获黄阿琼的侯上 他以后就没那么快 好 这个谢指导 跟他们提示 尽可能地把黄阿琼 调到后上去 对 对 你觉得这个四川话呀 地方话也特别有感染力 对 对 对 尤其是那个全国比赛 用那种家乡话 来做这个指导的时候 感觉特别的这种 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比赛开始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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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种抢网的能力太强了 非常快 这种提前的预判是非常好 而且相当的轻盈 你看他这个机票就是说 像闪电一样的 对 户网的速度 发力动作也很小 对 好球 全场点下这种控刀 反击 当网掉对角 杀一拍点杀 再来 要连贯上 后场 打不是曾思维 对 黄亚琼推一个直线 转发了 哎呀 黄亚琼你看这个假动作做的 对 变成一个这个放网 类似于在后场的收掉球一样 但是他是在前场做的 对 轻轻的一抹 变成了一个放网 因为他可能在这个多拍当中 看到裴天忆站位确实太高厚了 对 太着急了 哦 好球 这个原地站了360度之后 他还得找一下这个定位 所以球场有多大 还得找一找 再说这边场地还真的有点顺风 是 其实可以看到曾思维的身材并不是那么高大 但是他的中后半场的控球能力还是非常突出的 弹跳力和爆发力特别好 是非常好的 我觉得他在场上比较的冷静 你看对于对手的这个空间啊 就是位置那个控当的抓捕捉能力很强 对 就自己很清楚 应该该打来 对 打打打你 哦 又是黄亚雄的一个防守转换 这球发短了 二 二 六 哦 陈思维 好球 黄亚雄在这个推挡的抽挡的过程里面 他是用一个变速啊 对 你看他这速度 并不是说一个节奏的 不是说一味的很快 而这种变速 就当他的这个前面的这个平抽 已经把对手压 压平了压在底线后面的时候 他突然来挡一个往前 对 这个球就是让对手 都是觉得接起来很难受 很容易造成出球不到位 从而给郑思维带来进攻的机会 哎呀 同样也是两个人站位太靠后了 是的 都是在准备接杀的状态 嗯 打一个后撑 后撑 球出界了 应该 直接一点点 接了个滚网 对 高质量的揭发球 这种球你没有办法判断 因为他有一个本来距离就很近 一滚网之后就真的是弹的不知道去哪了 他有个变现的对 收掉一拍 还不错啊 这个轮转很及时 陪天忆还是全力以赴 尽可能的去想办法 对 去得分 对 他在后场还是功劳会多一点 所以他们也是 还是比较传统的那种搭配 混霜的搭配 有机会的话还是快速轮转 对 嗯 球没有过前半场 9比5 这次为华尔虫还是领先了4分 嗯 没有压住 没有压住 又来到了局点 跟上一局的情况差不多 10比5 很轻松 对 11比5 这样第三局已经结束了 从今天开始 半决赛和决赛呢 都是采用这个11分至7局4胜质 为现在呢 还需要再拿一局 反正15分 本来打这么集中 他轻易通了 不定的是一个点发力 因为挺来的 还不如慢慢慢慢跟他 晚一点 高一点 一口声 吊一吊一口声 然后闭上 结合中途 然后转 转换一出来 你就挑起来 翻手转好了 你不要签远去打到 这该工地的时候 该签手 少转换了 就给他翻点个码 你翻得住了 你不是翻不住 对吧 然后你把揭发情看 揭发情我们再拉分 我们再发球的时候 其实拉分也挺好 后面不打到头上 他就没那么快 对吧 好我们继续来看这场比赛的第四局 黄亚琼来发球 又是裴天逆的一个主动失误 对 要求也是比较高 对 其实裴天逆他在94年的时候 曾经到这个青年队试讯过 就跟欧东尼还打过这个亚亲赛 当时他们还获得了这个混双的银牌 亚洲青年锦标赛 好球哦 好球 裴天逆的一个反拍弹跳后场 对 压外线了 这个还是压线了 但是是压外线 这球就肯定没有了 往前被花雅琼 封得死死的 对封得死死的 因为你稍微球打得不开 靠中路一点 就肯定是被花雅琼直接就拉死了 是 其实像裴天逸和张书贤这样的选手的组合 他们可能平常在地方队配合也不是特别的多 对 那么他们就是说明显可能面对对手这样实力很强的国家队一线选手 心里上面有一点点的紧张是非常自然的 很正常 他们应该抱着什么样的一种态度来参加这种全国比赛的单向赛呢 我觉得像作为裴天逸来说的话 他可能在地方队也算是大运动员了 对 跟这种年轻的搭档的话 我觉得应该就是放开这种包袱 不要去想太多了 全力以赴作为一个老大哥 带好他自己的小队员 然后去冲击黄亚琼 或者是另外一种心态去向黄亚琼跟郑瑟琼去学习一种心态 这样子我觉得更有欲 在比赛当中能发挥出你正常的平时训练的水平 嗯 就你觉得在这种四川队的这个组合里面的裴天逸 应该是更是做出一个核心的一个表率 对 引领的一个作用 其实我觉得他后来的表现也挺好的 从第二局开始就是定住了 对 他起码一直在去寻找 尝试对 尝试去寻找新的办法 对 去得分 5比5 球 比分要打到这个阶段的话 还是领先还是挺不容易的 是的 一局比一局打得好了 但是这个比赛已经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7局4胜至现在前面的正司会黄亚琼 已经是3比0领先 把球 机会 没有压住 没有压住 太着急了 对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就越到这个 越好的机会就越容易产生急于球成的心 是 好 好球 我正视为这个后场的连贯非常快 发力的动作也很小 对 他举拍和这个就是说发力啊 这个然后再连贯举拍这个能力真的是很强 中间好像都是没有什么反应 不需要什么反应时间的 对 自己发了个短球 这种擦网的球一般都是很容易短的 对 说明他的这个发球要求很高啊 就完全不能给对手直接进攻的机会 好球 高对角 漂亮 这么低的一个点 嗯 勾了个对角 而且是直接得分 质量也是非常高 对 这一对角是挺圆网的 到目前为止 这几局里边是裴天忆和张书贤 比分最接近的一局 对对对 所以他们也很轻松的笑起来了 心里估计想的如果再打两局就好了 对是 照这个提示的话是有机会赢的 对 赢回来 换发球 嗯 现在赛点出现了 10比8 8 10比9啊 现在只差一分了 嗯 哎 机会 啊 自己打丢了 但是这场比赛真的是 你看那个 从局分上面来看的 这个四川队的组合是越打越好 是的 这个球是太可惜了 这么主动的一个球 对 对 出界是最多的 最多 对 但是之前他 他每次的就是这层 边角的这些 控制 底线的控制 分球还是比较的到位的 是的 比分三七五九啊 越打越好 几乎是越打越好的一个进程 在试诺 播放 试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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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